是一个误区啊 刘坚持是批的 刘坚持很快就批 要去试服这个移民官 最终呢 我们得到一个positive 一个decision 以后呢 肯定是可以留在这儿了 因为他的移民的政策 是非常的宽松 非常的over 哈喽大家好 我是盖尔雅斯的Loris老师 同时呢 也是咱们加拿大的RCIC 吃牌的移民顾问 最近呢 就是要上学 上很多的这种 要求的continue education课 所以呢 最近没有给大家 及时的去update 然后去拍这个视频 所以跟大家去做一个 深刻的道歉 诚意的道歉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最近确实比较忙 尤其是summer 要带着孩子这去哪去啊 包括summer camp啊 要陪孩子 这是一个很正当 很充分的一个理由 但是没关系 今天回来了 跟大家去多去聊一聊 咱们加拿大本身的一个移民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非常非常的open 需要更多的人过来 去来这个移民啊 留学啊 包括最近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就是整个加拿大across the board 一共呢 有90多万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缺口 也就是说你来到加拿大去办公签啊 学签啊工作 以后呢 肯定是可以留在这了 因为它的移民的政策是非常的宽松 非常open 与此同时呢 我们这边真的是非常非常需要人的 ok 所以在最近呢 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的好消息 这几个消息呢 就是我们最近做的一个比较special的一个项目 叫旅转学 大家可能听说过 就叫做旅游签转学签 旅游签是怎么来的呢 大部分旅游签就是一些陪读家长啊 陪读妈妈啊 然后呢 他们的孩子在这上学 他本身呢 自己就是有这个陪读签证 但是陪读签证其实也是visitor 这个visa的一个部分 那他在这的时候可以上一个语言课程 然后呢 通过语言课程 然后直接进入到college或大学的学习 我们最近这个三个呢 就是非常amazing的案例 其中两个呢 就是七几年的大姐姐 其中一个还是single单身 也就是说在家里的family time 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也没有孩子 所以呢 这个case非常的难搞 还有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条件 就是他本身学的专业 和他在国内专业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要绞尽脑汁的 写出来这个submission letter 要去说服这个移民官 最终呢 我们得到了一个positive的一个decision 然后我非常非常开心 第二个case呢 也是七几年的一个大姐 她也是一个陪读妈妈 但是呢 她的学的专业 就是纯的移民类的专业 就是baking 去Santennial College 百年理工 去学这种烘焙专业 烘焙专业大家都知道 真的是纯的被了移民来的 对吧 但是我们怎么把这个故事 把这个submission package 还有它的这个 最重要的一个submission letter 写的 让移民官认为 他就是来学习的 不想移民 这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非常专业的准备 最终呢 让这两位大姐 那我都能称之为大姐 对吧 我是80后的 人家是70后的 然后让这两位大姐 舒舒服服的 顺利的 拿到了学签 还有一位 相对来说没这么大 小妹妹 但是这个小妹妹呢 被之前的一个移民中介 给搞砸了 所以她的有拒签的历史 有拒签的记录 但是我们呢 还是把她的资料 按部就班的 把这个事情说明白了 最终也拿到了学签 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 喜欢的话 就顺手点个赞 转发给身边的小伙伴吧 别忘了订阅 Lawrence老师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持续关注 每周都会更新的精彩内容哦 综上所述呢 大家都觉得 就是说旅转学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However 咱们现在镜头前的很多观众 尤其是在国内的通讯呢 就是说我怎么能认出来 因为我没有旅游签 旅游签是不批的 很多人会认为是一个误取啊 旅游签其实是批的 旅游签其实很快就批 However 是这个边境局 你拿着护照 留给旅游签是不放你出来的 是这么一种状态 所以大家可能不要搞混这个概念 旅游签照样会发给你 但是呢 你认不出来 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 好 那我们怎么才能认出来呢 其实是有很多的方法啊 首先问一下你自己 有没有护照 很多同学就是在做这个移民咨询 那儿留学咨询的时候 就是说 问了很多问题 我们非常耐心的解答 最终呢 告诉我 哎 护照是还没有办 这时候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对吧 就是之前说的很多都是废话 你没有护照的话 你如何升学呢 其实是可以的啊 首先在没有护照情况下 我们可以升学校 比如说 小朋友 K to 12 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概念啊 K就是Kindergarten 到12年级 之前 我们的约克教育局 多伦多教育局 是允许你在没有护照的时候 可以申请他的学校offer 那你拿到学校的offer之后呢 你就会去边境管理局 对吧 要边界然后你去换你的护照 去办理你的护照 因为有的时候小朋友是没有必要去办理中国护照 可以拿着那个offer去办护照 办完护照之后呢 你就有正常的理由去陪读 一个parent其中一个家长去陪读你的孩子 那你也可以去renew你的护照 renew完护照呢 你可以办你的这个旅游签证 旅游签证其实就是陪读签证 通过这种方式呢 你可以带着孩子啊 写你的这个孩子 比如说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 然后可以直接过来啊 直接来到加拿大 但是你说我是single 我自己就一个人 或者我们是两个侯子两夫妻 对吧 没有孩子 这时候我怎么去认出来 用旅游签证 这时候可以用business 商务考察的这个理由 帮你去认出来 如果大家想具体了解的话呢 我们会在线下比较耐心的 跟大家去做一番解释 今天在线上就不说得这么详细了 OK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watching I'll see you next time 雅思思培ESL 我们的九分名师团队 集成提供权威服务 加拿大留学移民 我们的持牌顾问提供免费咨询 精准评估 扫描视频二维码 Android和小客服务候您